那我們今天準備的兩道菜是第一道菜我們來做酒釀蝦球 那這個酒釀其實基本上來講我們的蝦球用到的是用我們的草蝦來製作 當作我們的蝦球的原料 再來就是我們會運用到酒釀 那酒釀其實上海菜常用 它就是等於已經是一個我們燒菜的調味料了 對 好 那我們就先來做我們的酒釀蝦 我先把我們要炒的配料先切起來 我們先準備一點點的蔥花 把這個青花菜取出來的時候是一朵一朵的很漂亮的花 所以我們在取這個皮的時候盡量避免這樣子 好 我們把切起來的 待會兒要爆香用的 今天我們用的草蝦我剛剛已經先剝好 去頭去尾剝好之後 我們來把它就是 平常要取出來 對 那在取的時候我們先把它剖開 那因為做蝦球的話就是我們剖的時候稍微深一點點 剖深一點讓它待會兒再炸的時候 它會整個捲曲 一般他們會稱這個叫蝴蝶蝦 對對對 家人我基本上我會建議就是我們家裡自己如果真的要吃蝦 我們買整隻的蝦回來 來自己剝 那你在剝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它不是那麼的透明 反而還有一點點的黏 它的一點點的黏液 黏液在上面 這個就是代表說它並沒有經過那種洗的過程 它就是直接 可能就是直接殺起來就直接冷凍了 直接凍了 因為如果經過洗的話 它這個黏液一定都會被洗掉 好 一定洗掉 所以以前我都是買蝦仁 我不喜歡帶殼的 因為我覺得帶殼好麻煩喔 可是帶殼是 被這個我們大師兄一說呢 我大概都要買這個帶殼的蝦仁 帶殼自己回來自己先剝 你更能去感受到今天這個蝦子的一個 新鮮度 新鮮度 對 這個蝦非常新鮮 我們就放一點點蛋清 這蛋清大概 一匙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大概半顆啦 因為一顆真的太多了 那我們開始來做一個抓麻的動作 那我們把蛋清抓起來的時候 我們讓它 表面上有一層薄的薄膜 那第一個包住它的一個甜分 那再來就是 待會我們吃起來的時候 它的整個光澤度會很漂亮 那抓了一點蛋清之後 我們放一點點的太白粉 那個順序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好 那我們大概抓好之後 它就會 其實它表面是有一層 一層薄薄的一個蛋清的一個膜 那待會我們入油鍋的時候 它就會很 那個表面就很乾淨 而且那個油很乾淨 就變得比較乾淨一點 對 好 燒一鍋水 我們把剛剛的 就是剛剛的那個花椰菜 先把它拿進來燙一下 你也可以切小塊一點 大塊一點都可以 沒有問題 那配合你的身材 當然要那麼大啦 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家裡自己吃 我們自己都 你要放其他的綠色粗菜也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用花椰菜 來做一個點綜 老師等一下要泡冰水嗎 不用不用 綠色就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一樣燒一鍋熱油 我們來準備 拿炸這個蝦仁 好 幫我拉出來 先備用一下 好 我們的油溫夠了 來 好 看一下那個油溫的部分 對 油溫夠了 你看到它其實它已經有冒小泡泡就可以了 那我們把我們的蝦球一樣一個一個給它放下來 在家裡做菜 就是很輕鬆 好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蝦子比較大隻一點 所以我們的油溫 我們在泡的過程當中 要稍微開一點點的火 讓它做一點點的加溫的動作 讓它熟的速度稍微快一點 也可以把它翻面 好 一樣我們看我們的蝦球 當它遇到熱之後 因為我們剛剛剖面非常大 所以它遇熱的時候 它是整個會開花 就會變成一個球形的狀態 好 這就是我們要的狀態 一樣不要過太久 我們大概八九分熟 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因為我們待會還要再炒 剩下的油很棒 不要倒掉 我們把我們的洋蔥倒下來 然後 然後 薑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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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一點絞肉 不放也沒關係 因為它我們主角是蝦 那我只是想要增加一點它的鮮味跟甜味 我會放一點點 不管你是做乾燒蝦仁也好 然後茄子蝦仁 然後今天我們做酒釀的 我們也會把它做一點點的絞肉 有一次我這個 我現在的酒釀都是我朋友做的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做酒釀 我現在是做這個乾酒 然後做鹽曲跟它交化 我說我們要回到呢 古時候 就是以物易物 你送我這一個 我就送你另外一個 都是DIY 然後他就 我送他 我自己做的饅頭 他就送我自己在屋頂種的菜 我覺得挺好玩的 有意思 他自己做這個酒釀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對 但是酒釀就是說 比乾酒跟鹽曲要費工一點 他就是說 可能那個時間要久一點 有時候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食物倒不是變得很重要 而是人與人之間那個交流跟互動增加了 那個感情的溫度就會增加 對啊 你的那個料理就變得真的很有溫度 在下酒釀的時候 你會想到說 這是我好朋友做送給我的 對 那是不一樣的 結果他就教我說 這個酒釀 不要只是煮這個湯圓 對 他說酒釀來做這個麻婆豆腐很好吃 我結果真的給他做做看 真的好吃 好,我們放完酒釀 再加大概兩大匙的番茄醬 那糖我們會稍微重一點點 放一點點 稍微重一點點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會加一點點的鹽巴 放一點點的鹽 去提它的甜跟酸 番茄醬的甜跟酸 一點點 然後麻煩給我一點點的水 謝謝 好 酒釀本身已經有點酒味了 我怕我一樣很習慣會放一點點的紹興 一點點 一點點 不要太多 對啊,自從跟這個張立峰主廚 這樣子同感演出之後 我也是愛上這個紹興酒 不是拿來喝啦 就是拿來做料理 來代替泥酒 好,我們把剛剛拉下來的蝦仁看 很漂亮 我們大概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把它稍微煮一下 讓蝦仁去吸收它這個醬汁 然後來,我們下一點點的泰白粉水 不用太多 帶一點汁 然後香油 最後把我們蔥花 再灑上來 灑上來的之前 我們先把它關火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很漂亮 這個蝦仁 您大概會一定要先吃一個湯汁 我已經在想說 立峰老師應該會叫我先平常 所以我已經把我的這個碗 跟我的那個湯汁 都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這個蝦仁 你會發現到 看到它這個蝦球很Q彈 因為它很新鮮 醬就非常清爽 然後 雁客也很好的一道菜 家裡自己吃也不錯的一道牛尿醬 我不喜歡番茄醬的人 可是我就番茄醬跟那個酒尿放在一起 那味道 還不錯啊 不是還不錯 非常非常的不錯 真的不錯 我怎麼看你一副也很想吃一個 一定想 酒尿的那個味道 我就光這個醬汁如果來配飯 應該很好吃